字幕作词 李宗盛 《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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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签 或者标字的电影 我自己建立香港唯一的东西 都是透过电影作品 透過文字 透過文學 透過新聞 去了解香港的歷史是怎樣 我小時候最深刻的 在我成長裏面最有深刻印象的一個電影 就是《富貴碧人》 它不是一部電影 它是一個系列 因為那件事和我們的生活很近 我自己在屋邨長大 然後當時的香港人的狀態或者心態 都是可能要找食 然後大家住在一個很小的單位 然後很多人 然後又會想想怎樣去移民 一路講下去 全部都是講一些香港人的民生 大家怎樣為生活拼搏 還有怎樣去排除萬難 去珍惜那個家人的關係 還有那個世界是當時的香港人 大家真的很想發達 很想綜合合彩 很想賺到錢 你會很明白那個氛圍是怎樣組成 然後它背後也有一些外 有一些手望相助 或者是一些對於公義 或者什麼是公平 什麼是希望它會在電影中 用一個很娛樂、很好笑的方法 去帶給觀眾 很喜歡優禮圖導演的作品 我很喜歡優禮圖導演的作品 因為那件事其實是很香港 很香港人城市的一些面貌 然後它是很dramatic 很戲劇化 它的電影裡面是寫實裡面有很多荒謬 即它有一種將現實放大 荒謬化的一個傾向 譬如的士判官 那伊波拉病毒 很有一個對於城市的壓迫 或者城市的憤怒 它用了一個這麼dramatic 的方法去表達 到後來 即它平衡了一個娛樂性 即在過程裡面平衡了一個娛樂性 然後它背後說一些 挺有趣的一些statement 那當然是你每閱讀一個電影 你自己去吸收你去消化你 再想那件事是什麼 然後再去到等候董建華發落 你會看到一個很紮實的序事 然後它是不失娛樂性 然後它又很善用香港拍電影的一個 可能資源上 不是真的那麼完善的 但是它一樣去做到那個娛樂性 你會看到那個娛樂性 寫我愛香港的時候 就是很好 因為導演本身 大家的立場很一致 大家都很想寫一些 現在香港人面對的問題 當時是2010年 我們有很多新聞的research 例如小彈管理隊不斷抓人 大家已經沒有了大大地 沒有了夜晚可以吃宵夜 還有中秋節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想就是 整個屋邨一起去玩燈籠 然後大家可以很開心地慶祝中秋節 類似這些很生活 很共同集體回憶的東西 我們好像近這10年 這8年是真的少了很多很多 無論在政策上 或者在一些人和人之間的信任上面 其實我們有很大的轉變 我們很想透過電影 去令到這些回憶 或者人應該要怎樣相處的一些模式 或者快樂 可以recall 給觀眾 讓大家記得 我們其實應該是這樣去珍惜我們身邊的東西 或者珍惜我們身邊的家人 所以這個作品是一個很和香港掛勾儀 真的下了很多research 是在我們小時候 我們想這樣過生活 然後窮有窮的難處 但是我們會珍惜對方 這些訊息是我們很想傳遞 我們也透過電影 為了齊幾圈 倫倫英雄 時世在眾英雄